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Cheers快乐工作人的记者邵敏 今天这一集呢 是我们2023年的第一集哦 那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哦 今年跨年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许下什么新年心愿呢 如果我们看美国去年的调查哦 2022年呢 有四成的美国人呢 都立定了自己的新年新希望 那排行前三名的呢 分别是更多的运动 更健康的饮食 还有成功减肥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呢 我想哦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跟我一样哦 以前每年都会发下一些宏愿哦 可是后来呢 可能因为失败率实在是太高 或者说 哎 计划啊 总是赶不上变化啊 索性就不要设目标好了 不过呢 即便你在这个生活上 没有具体的目标哦 在工作上 你绝对逃不过老板 或是整个组织给你的目标哦 在工作上呢 我们很常在讲要 目标导向啊 对极目标啊 可是呢 却常常遇到 目标不断改来改去 或者是说 高层喊得很热血哦 基层却无感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这个第一集 想要来好好聊聊目标管理这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工具 叫做OGSM OGSM呢 是一套从Toyota NASA到可口可乐都在用的 目标管理工具 那如果呢 你现在在Google搜寻 这四个英文字母哦 你会发现 跳出来第一页的 这个搜寻结果 全部都跟我们今天的来宾有关 那他就是非常多CEO的军师 智慧管理顾问公司 创办人及总经理张明明 那明明老师呢 是超过百家企业的 培训顾问哦 也曾经任职于多家的知名美商啊 日商啊 跟发商 包含了Loreo啊 跟Estee Lauder等等哦 那跨走了业务 行销 品牌 这些领域都有 那针对这个目标管理呢 他也在两岸教授这门学问 已经超过十年了 出版过两本关于OGSM的书籍 所以呢 我自己也很期待 今天的分享哦 那我们就马上来欢迎明明老师 哈喽 各位伙伴 闯天下的伙伴大家好 新年快乐 我是张明明 老师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你来哦 我想前阵子哦 应该是很多企业在拟定 这个新的年度企划 这种热气 会不会很多企业 都来找您求救呢 哦 就 通常就是年底嘛 大概从去年的11月12月 大概就开始有些目标管理 或年度策略营 像这样子比较积极的辅导 嗯 所以如果说 大概我们大概会忙到 可能1月或2月吧 都还在调 还在tune 对 然后你会看到 大家在订目标的时候 那个脸上之纠结 就是他不知道 这样的目标 到底会不会做得到 他又觉得目标 好像定太保守 所以我觉得订目标 最有趣的就是啊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 刚刚好的目标 对 然后订目标会让人 有一种错觉 似乎在算命啊 就你要算你 12月的命嘛 比如说你的业绩 会不会做到 12月的时候 做到某个数字 所以当人在预测未来 就必须要想到 很多的风险 然后偏偏我们认为 2023年 今年的风险 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下目标的时候 很犹豫 这个是我们在 进行目标辅导 跟管理的时候 我们遇到最大的状况 嗯 对 所以那个犹豫感 情绪又更模糊 对 那个整个情绪又更模糊 很模糊的 对 所以对啊 会忙一阵子 可是看到他们在纠结 我也觉得也是个 很大的学习啊 嗯 在第三方看 还蛮有趣的 因为老师 您自己的专长 就是是 OGSM这一块的 企业的辅导嘛 那其实很多在 台湾的企业 我们身边接触到的 一些经理员啊 他们比较熟悉的 这个目标管理方法 可能还是在 KPI或是OKR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想要先请问老师 OGSM这个核心的精神 到底是什么 它可以解决什么样的 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哦 ok 就我很常被问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坊间 有很多的管理工具 那你一定要知道 每个工具 它擅长什么 OK 就像KPI的话 它最重要就是 它把一个员工 在一年之初 它设定 它的关键的指标 好 确定这个员工 在重要的工作的能力 或表现上 它是有呈现结果的 所以KPI 它的重要的字叫K 叫做Key 关键 关键就是 因着那一年而出来的 例如今年的2023年 因着2023年而出来的 我们希望你做到的 某些事情 因此我们用些指标 来衡量你是否做到 KPI它原始的精神是这样 那现在很多人 把OKR跟KPI做连结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 坊间有些杂志书 还有一些书籍 它把KPI等于OKR 因此出了一些专刊 那OKR是什么呢 它的中文翻译叫做 目标还有关键成果 那关键成果这四个字 就被KPI拿去用了 关键成果嘛 所以变成KPI拿去用 但我自己认为 OKR它本身是从大目标 再拆解成次要目标 因此它会展现成果 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 完成工作过程的 一个监督的表格 不太像是KPI 一年完成之后 看到的结果 所以KPI比较像结果论 那OKR比较像过程论 那OGS呢 事实上如果要比的话 我认为它跟OKR比较接近 是因为它也是在谈过程 那可是OGSM它对所谓的OKR 它有两个很大的不同 一个就是它的字母 四个字嘛 它多什么字呢 就是strategy策略 就是OGSM它其实在宝桥里面 它们用的是策略对话表格 那策略是什么意思呢 策略就是它们会彼此问 这个策略的想法是新的吗 是特别的吗 它跟以前不一样吗 所以它们会去想 今年有没有新的 今年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OGSM那时候 在表格运用的时候 在宝桥 它其实最主要注重的是 新的独特的 所以它的策略 是一个很大的要点 然后我自己在用OGSM的时候 我认为跟OKR 第二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 它的贯穿 它的贯穿真的很强 是因为它的贯穿来自于上下可以贯穿 所以你可能像少美你一开始提到啦 有些老板他这个喊口号很热血啊 可是要怎么样贯穿到第一线 大家都做得到 那OGSM它要求贯穿的逻辑很强 它有一套逻辑 它会让你一个一个对准 一个一个校准 所以老板想要的一些想法 底下可以因此去参考去承接 然后它的第二个贯穿也来自于平行 就比如说假设我是行销部门 那我有些活动一定跟业务有关嘛 可是我们很常见就是业务卖业务的 在前端去闯 然后行销在后面自己做计划 可是做计划呢 跟真正前端在执行 感觉好像都有个隔阂在 所以这个表格它会要求你在M的部分 OGSM的部分 它要求你跨部门协作 也就是呢 你的project都要一个owner project owner 那这个project owner它就必须要去完成这个事项 所以它要求你把协作的单位 还有人名要写进去 所以我认为 OGSM跟OKR最大两大不同 一个就是策略思维 那一个就是贯穿 所以这个OGSM 是那个objective 然后目的嘛 然后G一样是go目标 然后多出来的比较可能跟以往的目标管理的工具 可能最大精神不一样 就是在那个S跟M的这个部分 它要可视化的 三代集团 然后我到总部受训的时候 我因为我刚到没多久嘛 我到总部受训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的总部是在纽约第五大道川普大楼楼上 我刚到 我到了川普大楼楼上 然后呢 有人叫我先拿个咖啡 等一下 待会儿呢 培训要开始 那我在喝咖啡 看着外面纽约中央公园 正在开心 我怎么会有这么爽的机会来这边出差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个人拿了一张表 他就敲了我一下 他就说 这张表你要填完 他就这样讲 然后我看一下这张表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你知道吗 他又是英文一堆嘛 那我要花点时间消化 但后来我们培训的时候 我才知道那一张叫做OGSM 所以我是先要求被写的 我们其实没有人真正从头这样教 我后来大量长期固定在用的 就是在Lorea Lorea跟巴黎 那我们总部在巴黎嘛 那巴黎我那时候 Head Office的一个主管 他叫Christine 我真希望他能够听到这个广播 他人在香港 Christine呢 她是台湾人 然后她呢 在台湾的Lorea 因为得到国外老板的赏识 所以她就外派到巴黎 拿到了巴黎的身份 这个女性是我们在台湾 Lorea集团的传奇 那她就当了我的主管 她就用了带有点 外国腔调的中文跟我讲说 你要完成这一张表格 因此就email过来了 那我其实也不知道 那个表格是什么 因为各家的表格会长得 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一看 我就开始写 我写 这不就是当初 我在那个Lorea的一样吗 我是因为这样被启发 那她呢 就担任一个 我的很重要的教练 她那时候就真的 有一对一 口头有跟我讲说 你的O关键字是什么 她就有问我 你的目标 为什么都没有数字 她就有问我 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呢 你说你做教育训练 你想要开课 我们也都在开课啊 那2023年 你开课会哪里不一样呢 她就说 你要不要多一点互动 或班级小一点 她就只要做不一样 很鼓励新的想法 对 她就鼓励我新的想法 所以那时候 我被启发的时候 我是蛮shock的 因为以前在美商 就是Lauder的时候 她只要我写 说真的写得好不好 也没人理 也不确定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 我好像有一些好一点 是因为在那个Lorea 这位主管 她给我的指导 所以那个指导 就在我心里 留下很深的印象 然后我发觉 用这张表格 有个非常天大的好处 我不知道各位需不需要 开会时间会减少三分之二 这么神奇 我自己很讨厌开会 我觉得开会就在 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 开会我就很浪费生命啊 就有时候不关我的事 我还在旁边待命 我常常有这种感觉 那因为我们部门 在开会议的时候 交易训练部 永远是最后报告的啊 然后我就觉得 在那边等两三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真的很浪费生命 所以我发觉 如果我今天 在自己的部门 我能够控制的话 我本来自己部门 开会大概两个小时 我后来用了OGSM 大概开会 最长不会超过四十分钟 他的魔力到底是在哪里 因为你知道 他逻辑推得很好 他问你O的关键字是什么 所以关键字 会引导你的go 假设我O的关键字 比如说是 我想要赢得信赖 那我的go就要去想 我如何赢得信赖呢 我要怎么做呢 那我可能希望我的客户 回购率会提高 那我们就想 回购率跟信赖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那这个go 我们就会说方向对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就是 那怎么样 怎么样能够让回购率提高呢 好 因为我们想要 就是信赖多一点 所以我的策略 也许是 我一对一的肯谈 或一对一的克制 这样子的服务 或者是建议要提高 或时间要增加 所以我的策略就是 一对一的服务要增加 你看我策略就出来了 很具体 对很具体 然后接下来 M的意思就是 那我怎么知道 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 这样子一对一服务 真的会增加 而让回购率提高呢 所以我有些指标做检查 好 比如说我可能在第一个礼拜 我的一对一的小时数 从原来的五小时 然后会增加十小时 那我可能第三个礼拜 我的老客户 本来的一个月 只是回来两次 那现在会回来四次 所以我慢慢发觉 有在动 而且照着我想要的指标动 是可以衡量的 对 我就开始可以衡量 这件事情对了 所以M在告诉你 Major 在告诉你 你怎么知道你的策略对 你应该去看一看 你如何 看看时间到了 有没有效果出来 如果效果是照着你要的走 你大概就可以预测嘛 12月31号 或者是1月1号 看来是那个月 或那一年底 你不用到底 你大概可以预测 你可以达标啊 那现在如果我可以预测 能不能达标 我是不是在变动的时候 就多一点预防 OK 对啊 假设我知道 哎呀怎么弄都没达标 怎么一直在拜访 都没有来电 我就知道 这一招不行 所以我S换掉 我策略换掉 也许一对一的拜访 人家不喜欢 也许我应该给他一些 客制化的问候 所以S就赶快换 所以在OGSM当中 它最有趣的 不是在于 你的目标怎么写而已 它最有趣的是 它问你 你怎么知道策略有效 OK 所以它的关键是策略 所以它会让我们 一直不断地学习新东西 它会让我们去想各种可能 而不会让我们 一直在做routine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旧方法不会达到新目标 对啊 那如果现在变动时代 你有新目标 那你是不是应该想一些新方法 那很多人听到我讲新 你知道有些人就反弹了 尤其财务 好像要无限增生 无限增生 对 财务啊 财务 会计 物流 对 他们就会说 老师 我们是HOP 我怎么可能去 有新的 特别的 不一样的 对 那我就会鼓励说 你就想想看 有一点点改变 我觉得都可以 因为这个我是非常有底气的 我曾经辅导过两三家企业 他们财务跟我讲说 他说老师 我发觉我们paperworking太多 那他说 可是你一下五指化又太难 因此他说 他接下来 今年的策略就是合并表格 OK 他就是把表格合并合并 因此跑流程的时候 就可以少一站的动作 这也是一个改变啊 你只要有点改变 你就写在S 然后OGSM这个的逻辑 他在问你 你怎么知道S有效 对 那如果S有效了 你就知道说 啊这招有用 所以明年 当你遇到新变动 你就可以考虑 是不是也用这个方法 但是再精进 再优化 这样就好啦 所以也是借这个过程 去理清 什么是无效的会议 无效的策略 无效的工作 对 就可以慢慢的 把它从清单上面画掉 对没错 你又更棒了 所以其实很重要 他的一个精神 不是一直去加东西 反而是去删减或是更换东西 对的对的 其实我记得在北欧 欧洲那边 出了一本全世界最早期的 OGSM的会整本 那他的英文就叫 One Paged Proposal One Page 就他什么叫One Page 他就是叫你不要多啊 你要做最重要的事 那Routine工作 你就Routine做 我们都相信会做到最好嘛 Routine工作一定是 大家很擅长的啊 我们要抓紧的事 什么不是Routine 可是它是一个 有价值的事 是你在忙的时候 你一定要抽出一些时间 做真正重要的事 那我自己在辅导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了 Routine工作不去看 也不太可能 对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你就是把重要的事 那个表格往上写 然后Routine的工作往下写 那如果没时间开会 你Routine不要过 你Routine不要过 你不要说 1月2号要做什么 1月3号要做什么 你不用过 没关系 可是你至少先过重要的事 所以就可以区别 你的时间怎么去做分配 不用什么都平均分配时间 因为时间的资源 真的太宝贵了 嗯 了解 那假设我今天是那个 一位从来没有写过 这个OGSM 然后我拿到这一张纸 然后要开始填上去 我的每一格的那个目标 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提醒啊 就是在这每一格里面 我们可能可以 怎么样子去下笔 下笔 对啊 当然最漂亮的就是 你照着顺序来嘛 OGSM照着顺序来 所以O它叫Objective 它的中文我们翻成最终目的 最终目的 我们希望你去想象 有个画面感 画面感它在问你 例如2025年的12月31号 三年的时间最漂亮 你跟你的团队 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你要有个画面感 OK 你把那个画面感写成文字看看 好 如果你没办法写成 你想要的文字 你先写一些关键字 好 例如 骄傲 好 例如 走路有风 例如背心爱 这么抽象的也是可以的 对 也是可以的 你就把你想要的那些 记事感 你的记事感 就你看到的 你就把它写成关键字 所以它在英文里面 它就讲说 Visualize your ideas 你就Visualize 你就画面感 然后把它幻化成文字 最重要你先写关键字 那大概三到五个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你就挑今年 例如2023年 你想要的最重要的关键字哦 挑一两个 好 可能例如是我刚提到信赖 你就问自己 那2023年今年 我要怎么做到信赖啊 我要怎么样才能信赖 我要做哪些事才会信赖呢 好 就开始写 好 我可能 我想要写卡片给我老客户 然后我想要就是 让大家觉得我们东西很专业 那我要怎么做 那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的这些成分 其实是在国际有得奖的 好 那随便 因此你就是想 我要怎么样能够做到信赖 做到信赖 你就把它写在go 所以从前面的把你的 那个理想的画面 它落成文字 然后找出这里面的 关键的这个目标 然后再去拟定 每一个细项的那个策略 然后让这个策略 又有衡量的指标 可以去评估这个策略 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往一个好的方向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套 这个OJSM写出来的这个裸子 是 是 这听起来其实 不只是那个高阶主管 需要用这个工具 其实对个人工作者来说 现在大家这么多工 有这么多的那个任务通失 在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这样的一套梳理的 这个系统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下半场 我们要继续来跟明明老师来聊 那我们把它写出来了 我怎么检查说 诶 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或者说OJSM 它真的完全这么好吗 它有没有它的一些盲点 什么样的条件之下 它执行才会成功 而不是沦为一种空谈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来 诶 老师您刚跟我们分享了一套 很完整的这个OJSM 四个step 那如果我都已经写下来了 我感觉我已经走完了 那我怎么去重新检查这一张表 诶 它完整了吗 它够好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啊 也是我热爱OJSM的原因 就是我们有方法 你可以自己做检查 所以你回想一下 我刚才讲OJSM的时候 因为它每个逻辑 前面那个O它会引导Go 那Go会引导S S会引导M 没错 所以它其实是线性逻辑的开展 一环卡一环 对它一环卡一环 它线性逻辑的开展 那你现在你可以想象 它有点像是藏宝图 卷起来的 所以它每走到一个地方 它会分支 然后再走到一个临界点 它会再分支 你就想象它是一个藏宝图 它会慢慢慢慢慢慢展开 对 那你怎么知道你写的对不对呢 因为它是线性的展开 所以它有一个逻辑 它绝对跑不掉就是 你只要由后往前念 你觉得顺 你觉得有紧密度 就对了 好 所以你由后往前念 比如说2023年的3月1号 2023年的4月25号 2023年的12月25号 我做了这些计划 那么我就可以让我的主顾客 他可以感觉到他 就是被关怀S 那他就可以来常常做 所谓的回购 叫做购 那就可以让我得到客户的信赖 所以你只要由后往前念 你觉得顺了 那就对了 然后你会发觉说 那执行的时候 可能不会如我们刚刚讲的 那么漂亮啊 没有关系啊 你就改的时候 一样大原则 由后往前改 先改M 再往前改S 真的不行了 再往前改Go 所以你只要遵照这个逻辑 你写的时候 由上往下写 Check的时候 由后往前Check 改的时候 由后往前改 你只要遵守这三大逻辑 你OGSM 你面对各种表格 你做专案 你做跨部门沟通 你甚至办春酒 你自己做留学计划 减肥计划 运动计划 都可以用的 只要你是一个目标导向 你有想做的事情 你就照表操课 然后用这个逻辑去想 用这个逻辑去检查 它其实会让你知道 你有没有长度好 你自己的方向盘 你会知道 这边修正一下 这边才快一点 所以这个逻辑只要抓住 就是一个你人生的超能力 所以它帮助我很多 所以常有人 因为我的工作都在外伤 那有人就会说 你们外伤很有制度 我觉得外伤最有趣的是 它不是有制度 因为我们财务制度是一样的 人事制度也是一样的 外伤最有趣的是 它有方法学 不是因为它有制度 是因为它有方法学 外伤给我最大的养分 就是这种方法 它让我即使在2011年出来 当讲师 我从一个上班族 变成一个创业家的时候 我也会慌 我领了一辈子薪水 然后我突然每个月 5号没有进账 吓死人了 那我在慌的时候 这个逻辑就会救了我一条命 我就会问我自己 我想做什么 所以它就是我的欧 那我那一年 比如说2011年 那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就自己写下来 你知道人很有趣 你把它文字化之后 你会变得比较冷静 你吻了之后 排除那个情绪 对 你会排除那个情绪 你会变得比较冷静 那这时候我做完计划 我就会想 我这样就会没事吗 所以我会由后往前再看一下 我自己做检查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检查 然后可能一月过去了 二月过去了 我会问我自己 这样会打标吗 我就自己看要不要修正 所以修的时候 要从后面的计划先修嘛 所以你看这套逻辑 或这个方法学 我会感觉好像是我的 防护的装置 对 它会让我面对 那种惊天 骇浪的时候 我就是不会慌 你知道人只要不会慌 通常不会出大错 这个方法学真的很重要 因为其实在工作 目标定完之后 其实在每天工作 这个杀进杀出的现场 其实很常 心情是慌张的 对 是质疑自我 甚至质疑这些目标的 那有时候一慌起来 你可能 你自己就调了 你的这个目标 你不是从后面 这个细节 对 出问题的地方 开始去做微调修正 而是一直反而去质疑你 那个根本性 你本来觉得最重要 应该要做的那件事情 那对企业来说 你这样子就很难一致性 大家把力气 花在同样的地方 那对个人来说 你很难有所累积 也很难在你的工作上面 有成就感 对 所以这套方法学生 所以像我现在看到 很多人没达标 他第一个大动作 就是调目标 其实这是错的 因为你知道 你一调的目标 你是不是后面 跟着所有的计划 跟策略都要从头来 对 其实我们真正要问的是 你有没有彻底执行 因为其实彻底执行 这件事情 更大部分决定了 是否会达标 我说真的 OK 执行这件事情 对执行这件事情 像很多的业务同仁 我在辅导的过程里面 很多业务同仁都说 他没办法达到目标 然后他把达成目标的方法 或达成目标的策略 都写其他单位 例如行销要出新品 例如今天 IT那边要有个APP 今天可能物流那边 货要够足 那我就会问他 你自己要做什么 你自己要做什么 你是业务啊 你不能把所有的达标策略 都放在行销 放在物流 然后放在IT身上 那他如果不忙你的 那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反而要问的是 你如何真正 用你自己 想到的新策略 或资源而达标 所以反而执行这个 我认为 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目标说真的 数字都随人喊啦 我讲真的啦 而且现在老板因为 不景气 那目标越喊越高 你知道吗 因为他都知道 员工不会做到 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啦 没错 看了我就无感了 对啊我想 年初就知道 年底不会达标了 你知道我有看到 成长300%的耶 我心里想 300我没听错啊 那不是用跳的耶 那是用飞的耶 那老板定 成长300% 请问这意义到底是什么啊 如果员工去做一个 他完全做不到的目标 那人不就放弃了吗 这真的是我觉得 不必要把自己跟员工 搞成这样 我们到底能够做多少 你多个20% 多个10% 那个叫希望 你弄到300% 那个叫做飞上天 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 设定一点希望 有点点难度 是健康的 那重点就在于 大家会互相不断的去调整 到底我们现在在什么阶段 我们可以做得怎么样 所以我都建议啊 这种逻辑 这种思维方法 不要只是靠一个人 整个部门大家一起来 要沟通 那个语言才会一样 所以你就会说 你的O好了吗 你的O这是什么O啊 你知道大家语言会一样 就很好玩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协作 也是这个工具 很让我很开心的 所以回头检视你写张表 有时候O可能是老板 直接给你了 对对对 在这里也可能提醒一下 老板们哦 这个沟通的过程很重要 然后设定一个 有挑战 但是不至于到 大家一看就觉得 我已经准备好 要写检讨报告 那样子的一个 目标其实很重要 那对于执行端来说的话 其实你当你在 嫌疑的策略的时候 其实选择自己 能够控制 能够执行的那个方式 那才是真的 可以落地的东西 不去仰赖别人 不过我也想请问 明明老师哦 OJSM有它的缺点 或是盲点吗 你自己辅导这么多企业 我自己在辅导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个 比较辛苦的地方了 第一个就是 如果他本身这家公司 他没有学习的氛围 没有学习的氛围的话 那OJSM他学的东西 会比较多 因为他毕竟碰到了S 叫做策略 对 那很多公司 有些部门哦 比如说就是产线的 产线的部分 产线的员工 你叫他写OJSM 他会疯掉 是因为他的动作 太固定 或者是有些传产 他的制造 他可能不需要 那么多的S 所以当他知道说 他要写策略这件事情 他就觉得有点沉重 然后或者是 他们公司本身 没有特别在推 组织的学习 或者是本身 他的老板 自己没有去 要员工多一点 进修 氛围也没起来 工作又太routine 那么OJSM这个工具 对他来讲 就会有点沉重 那还不如 就是用OKR 直接分配目标 OK 直接切目标 那个也许是比较快 所以我就说 每一个工具都有它 独特的地方 对 那O KR 它只有两层嘛 所以它相较之下 很直觉 O就是目标嘛 那KR 就是关键成果 Key Results 那你大目标是什么 关键成果 你要怎么拿 有时候你两层 切一切 对某些单位 是比较快的 但是OJSM 因为它特别的地方 是在S 可是它比较沉重 跟需要想的地方 也是在S 对 所以如果它今天 觉得没有需要 或觉得太负担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工具 可能 现阶段 它还不适合用 这是我看到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 如果今天需要 大量跨部门沟通 是 它几乎就是 专案型一堆的话 那么OJSM 它的M 会负担过大 因为它要跨部门协作嘛 它可能一个专案 就要写到七八个人名 嗯 七八个人名 那变成说 OJSM它在承担过多的 跨部门沟通的时候 这是我们就会建议啊 就是OJSM 必须要有变形版 哦 例如你可以变成专案型 你干脆 那个协作 拉出来变专案型 嗯 专案型 比如说 1月1号到6月30号 6月30号就结案了 然后你就要变成专案型 可是专案型拉出来 就变成表格 要多写一个 哦 就当你协作的人 过多或过复杂的时候 你把它拉出来 变专案型 那写的人会变成 原来表格要更新 专案型表格要更新 嗯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是我看到两个 我在辅导里面 比较多一点点的辛苦了 那盲点 最主要是因为 它的逻辑很强哦 只要你学会那个逻辑 我倒觉得 盲点倒还好 就是你自己 有没有去习惯那个逻辑 因为每个人的方法学很多 对 那OGSM会干扰 他原来的方法学 嗯 我碰过有人原来学新制图 然后呢 他要学OGSM 他就问我 可不可以用新制图的展开 但是不要写成表格 那我就问他说 新制图没有办法呈现协作啊 因为他可以一直展开嘛 对 可他没办法讲协作这件事情啊 嗯 好 那他就说可不可以协作再来弄表格 所以你看他原来的新制图的写法 在干扰了他使用OGSM的逻辑 嗯 所以我反而看到的是干扰 对 我倒看到的不是盲点 OK 它的干扰会出来 嗯 老师你辅导过就是很多企业 可能他从不一样的 原本的这个管理的方式 然后到他导入就是OGSM来做 嗯 有没有你自己现在脑海中里面 觉得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或是你觉得他那个转变 他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有我有 我有个让我感动的案例 嗯 呃就是台中有一家企业叫宝莲 嗯 他是做弓箭的 就各位看到那个饥饿游戏哦 就是那个国外的哦 就饥饿游戏那个弓箭 对 他说弓箭有两种 一个是拉绳的 像电影演的 第二种是有开关的 出去那个有开关 那个叫武器 所以我没有想要台湾的弓箭 做这么好 嗯 好 然后呢 那个总经理来找我的时候 我还记得是在2020年的12月 圣诞节的时候 他看起来很害羞 哦原来我才知道 他是那家公司的二代接班 嗯 他就说他看了我的书 他想要推OGSM 我那时候非常不以为意 因为我蛮常听到的 后来他要我去上课 他上课他就说 他觉得他自己比较害羞 可不可以先做他个人的coaching 我拒绝了 我说先上课再说 因为我必须确定 You are so serious 你要很严正这件事情 我才决定要不要花时间 后来我去上课了 他就把我上课 讲的每一字每一句记起来 嗯 接下来他就自己带 然后呢 他要我去参加他的乐会 他们公司的乐会 嗯 所以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我主持 第二次参加的时候 他主持 然后我在他主持的时候啊 少明我跟你讲 嗯 他问的每个问题 讲的每一句话 我仿佛看到 是上个月我的分身 哦 他几乎全背起来 重点还不在于问话哦 而是他怎么去收敛那个答案 嗯 员工会问 老板 你说这个弓箭 那个我们产能不足 问题是我就是产能出不来啊 你又不要我家人 然后机器又没有到位 我现在要怎么办 他就问 员工等于有点呛吓呛吓 是 因为那个老板看起来就是 很害羞 有点腼腆 我觉得那个员工有点挑战他 嗯 这时候这个总经理啊 他就用了那个逻辑 嗯 他就问他哦 他也没急着答 他说哦 所以你提的计划里面 因此 如果今天 在某个部分 我做升级 某几台机器 我做升级 这样子你就可以达到 我每个月 三个柜的产能 是吗 他就从后面 往前倒 问回去 嗯 然后那个人就被问傻了 他说应该可以 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事情就解决了 那个人就说 应该可以 他说 那我想 我们就换下一个 马上处理掉 嗯 他就马上处理掉 所以你看他 他突然那个 我看到他在主持的时候啊 整个眼神发光 然后整个人突然变得很神圣 好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只是一个过程 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来 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明明老师 我们的九月三十号的时候 我们结算业绩了 嗯 我们今年业绩已经做到了 他已经做到了 然后呢 他的那个产能 本来是一个月 只有二点一个货柜 他现在产能能变成 每个月 他可以做到三柜以上的目标 就是他塞不满了 那现在他可以做到三柜的目标 所以他觉得说 产能不但开出来 而且业绩提前达标 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他的员工开始会这样讲话 他说 你SM写了吗 因为OGSM 对 他说你SM了吗 他说我还没有SM 那我已经SM了 我跟你讲一下 就变成一个很好笑的对话 他说那你O咧 我觉得我O写得很好 可是我G写不好 所以他们开始对话 然后在开会之前哦 他老板会问 更新了吗 没有更新不开会 所以他们呢就开始 就很要求在那个表格以内 然后去完成那个对话 接下来他们一开完会 就把那个OGS的表格更新 就不用再写会议记录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改变 第二个改变就是 他们员工发现 开会要很精炼 因为老板要看最新东西 而且因为不浪费时间 所以他发现 为了让这个好处继续下去 所以大家都习惯在开会之前更新 而且习惯在开会之前准备 所以让开会变得很精准 因为他的老板会问 你这样这样这样就顺吗 你这样这样这样就会对吗 他会被问 所以他得准备 他不能用那张表格 然后呢就硬是写上去 他得去自己圆那个表格 因为那个表格 他有个逻辑在嘛 就我刚刚有讲的 由后往前推 所以这样子的M 就可以推到S 就可以推到Go 就可以达成你的O吗 他会问他 那么员工知道会被问 他会怎样 他会准备啊 员工知道他被问 一样的问题啊 所以他自己得准备 所以他们的最大好处就是 会议时间整个 砍一半再一半 OK 然后员工变得比较精烈 逻辑都很清楚 员工知道老板要什么 因为逻辑都很清楚 那老板也不会问其他的 他就是问OJSN里面的逻辑 所以大家发现 问也不过这几个问题 那就准备这几个问题就好 事实上只要专心的 去准备这几个问题 逻辑的思维 那么就可以让整个工作的 管理效率是出来的 效能也会变好 所以他们工作气氛 是不一样的 好那第三个呢 他们发现有人不适任 那有人不适任 就要特别拉出来做辅导 所以我今年二三年 我最大的任务就是 要把那些不适任的人 看看有没有机会拉回来 所以我继续还是跟着他 走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说这个表格 他残忍的地方 为什么都是外商用 也在于 我们外商是非常注重产出的 简单来讲 我们没有容缘 我们不允许容缘 最近不是都很多残缘消息吗 是 没错 我们是不会客气的 早上九点告诉你要走 你绝对不会留到九点半以后 他是很shock的 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公司不会留情 所以我们都要求要做到最好 因此我们外商的习惯 为什么会依赖这样的表格 也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发现呢 如果有人他跟不上 他不愿意学习 你是有评有趣的 他有评有趣了 经过一年之后 他还是不愿意 或者他不能 他不愿意跟不能 我们就要分头处理 所以因此他让这家公司 整个氛围是改变的 然后也让一个公司老板知道 什么叫做逻辑 还有前行的方法 所以这是我们疼爱 跟很朗朗上口的一个例子吧 所以这样听起来 这张表格 更新的频率其实是蛮高的 很高 他不会是什么半年一次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我们 这个表格是这样子 就是可能待会儿 少明会特别提了 就这张表格到底要怎么用 我们是这样用的 我们会两个礼拜会开一次会 就是用OGSM开会 OGSM就是拿来开会的 它不只是个人的绩效管理 它是会议的 假设上面我们都是 节目部的人 那我们可能节目部 一共有五个同事 那我们节目部 会有一张OGSM 那你的工作进度 跟我的工作进度 会写在上面 好 假设到了 这个领域的中间 可能是五号 我们开会 我们用什么开会 就是OGSM开会 那我们就会从O开始念 Go开始念 S开始念 然后会 去会同M里面的进度 对 那我们就会彼此看 哎哦 少明进度超前 我的进度落后 可是我的进度会影响到 少明你下个礼拜的进度 这时候你就要评估 你有些事情要不要postpone 或者是delay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我的进度必须要达标 才会做到你的 你才能够比如说邀请来宾 对 所以当我的计划案没有出来 可能我会影响到 你邀请来宾 好 我已经告诉你 我一定会delay了 你心里要有准备了 哇 那来宾邀请 日期要改 嗯 所以我们每两个礼拜 开一次会 那开会的当下 我们就会要求 要落新的日期 如果无法达标 嗯 做那个微调出来 马上微调 嗯 所以更新完之后 上云端就这样子 嗯 所以每个两个礼拜做 每两个礼拜做 是以前我在公司的动作 OK 然后我们要求 OGSM只要用了 变成开会了 开会过程里面 绝对不要再用其他的文件 不要右手边再开一个PPT 不要左手边再开一个Excel 嗯 就把你要报告所有东西 贴在OGSM上面 OK 它真的是成果导向 对 它非常成果导向 嗯 所以一般我们在用OGSM 我们不会导入系统 我们就直接用Excel直接改 Excel是一个很好用的旧工具嘛 嗯 然后它又可以算成本 嗯 它又可以贴图 然后它往右无限延伸 它往下无限延伸啊 所以一页表格 说真的 你爱写多少写多少 只要你开会开得完 对 对啊 然后有些不想给老板看的 还可以隐藏 是 所以我们后来发觉 国外有些人在推系统 根本没有必要 嗯 你不要花钱在那里买系统 有时候这种老的轻工具 在变革里面比较好用 嗯 嗯嗯嗯嗯 我想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非常非常的丰富哦 可能明明老师还有好多的 关于OGSM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介绍 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最后想要请教明明老师 一个问题哦 在新的一年啊 非常多的企业 可能或是工作人 他们正要设立 他们的这个年度的目标 也许他们设了 也许他们现在 还想做一点调整 觉得不够完美 针对企业的领导人 跟一般的工作者 你各自如果可以 给一个建议 嗯 你会是什么样子的建议 OK 我觉得如果是 公司的领导者 对 我的建议就是啊 把你的目标 往远的方向想 就是你要去设想 三年后的样子 嗯 好 那我建议你脑中 要有这个问题 假设我们现在是 2023年的1月 你要自己这样想 2025年12月 我会变什么样 嗯 你要把日期弄出来 嗯 不是三年后 而是2025年12月 嗯 想远一点 然后呢 让自己多准备 因为2023年会变动 是 所以想远一点 然后对于执行的伙伴 我的建议是 在变动当中 想一些新的策略 嗯 给自己新的刺激 新的方法 多一些策略 多看书 多听podcast 多旅游 多朋友 你需要多原刺激 因为多 你才会有武器 知道什么叫新 因为你会需要的 因为变动 嗯 这是我的建议 哇太棒了 我觉得今天 很大的一个感想 在这个 很风雨飘渺的 这个世界里面 2023哦 大家可能 有很多的预测 其实未必是很乐观的 那要怎么样子在 这种士气之下 稳住你的军心 稳住你自己的 每一天的工作的日常 其实它并不是说 你要有一个 坚定完全不会动的 一个目标 或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做的日常 可是反而是 一个常常的回头去检视 常常透过 定期的去做微调 嗯 然后去做 创新的一些 想法的改变 但是是有目标的 去做学习 有目标的去做创新 这样子 你自己的步调 真的稳住是 我自己觉得 学习这个工具 就算你没有 现在导入你的公司 或是导入你自己的 目标管理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 稳住你自己 现在的工作的脚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思维 很谢谢明明老师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好 谢谢少米 谢谢大家 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如果你听完啊 对于 OJSM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 也很欢迎留言给我们 那跟我们一起交流 交流你自己对于 这件事情的感想 那我们的节目 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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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